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我再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 牡丹的另外两类比较重要的芽 这个一类我们叫不定芽 不定芽俗成很多 土芽、脚芽其实都归类在不定芽里边 它就是在牡丹的根部 有可能是土面下边 也有可能是在土表面的 离开土表面一点的地方长出来的这些芽 都是不定芽 这些不定芽是每年会长出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在土面上长出来的 里边这个呢 里边这个呢 就是在土底下长出来的 这个呢是去年在土底下长出来的 这个呢也是去年在土底下长出来的 这些呢我们 这都有 好多 好吧 我们这些都称为不定芽 就俗称是土芽 脚芽 这些芽呢 是为了给牡丹新陈代谢用的 它每年都会长出来很多 如果你认为你的牡丹需要新陈代谢 要换老枝 那么你就可以保留多一点 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 你的上面的枝长得非常健康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不定芽全部剪除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不定芽 接下来呢 我再跟大家一块聊聊更重要的一类芽 叫做潜伏芽 这个潜伏芽呢 平常呢 所谓潜伏 平常是我们是看不见它萌动的 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呢 才会萌动 那么最明显的呢 就是比如说你把一根牡丹枝踩断了 或者捡草剂把它打断了 这根枝呢 就是断了以后呢 它在这根枝的底下呢 会发出一些这些新的芽 那么来补充这根枝 这个种芽呢 就是我们就是说呢 这种就是叫做潜伏芽 这个潜伏芽呢 每年的新枝里都有 就是说 它一般都在当年的新枝的下部 那我们以这根组织 我们以这根组织 这个为例子 好不好 这根组织 这根组织呢 从上到下 这是一根五年的组织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年 潜伏芽在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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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又是一年 在底下 潜伏芽在这 这是一根 这个五年的组织 那为什么这根五年的组织 它没有折断 但是它的潜伏芽 已经开始在萌动了呢 这些潜伏芽 是接到了牡丹的命令 以后才萌动的 那么大家可以慢慢的往上看 这根潜伏芽 这个为什么潜伏芽萌动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根枝是我们去年秋天修剪的 有花芽 有叶芽 怎么样 经过一个冬天 怎么样 它挂了 死了 死了以后呢 这个 底下的潜伏芽就开始萌动了 就是来补充这根枝 所以呢 这个潜伏芽呢 是接到的牡丹的命令以后呢 它才开始萌动的 也就是这种芽呢 一般来说 我们就说是救命芽 那打断了的 用减草剂打断的 脚踩断的这些 这个情况把这些组织 那个萌动芽都会来萌动 好吧 那这就是 牡丹大概另外的两类芽 就除了这个花芽和叶芽以外 一个就是不定芽 一个就是潜伏芽 它们个人都有个人的重要任务 那么我们在 现在已经讲过四类芽 一个呢 就是花芽 花芽是开花 长枝长叶 叶芽呢 只长叶 长枝 输送养料 它不开花 那么潜伏芽呢 是救命的芽 那么来救 在紧急情况下 它才出动 那不定芽呢 就是使你这颗牡丹呢 更年轻化 这个 它每年都会出很多 那么由你自己来决定 那么我这颗 我这颗牡丹 从总体上来说 长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健康 大家可以看 这些组织被切 被切掉的组织的 伤痕都还在这 所以我底下 今年底下所有的不定芽 我都留着 为了怎么样 预防明年这些组织呢 大概要全部挂掉 挂了以后呢 那我就把它们全部剪掉 剪掉以后呢 我底下的这些不定芽 只要两年时间都长起来 长起来以后呢 来弥补我这些 挂掉的组织 这就是牡丹的各类牙的作用 好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我的频道 好吧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 视频还有点意思 那就给我一个点赞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